而0423的地震也造成水帘国小校园各处都出现裂缝等等的灾损 而现场许正位也就在24号的下午前往消防局水帘分队 以及水帘国小前往现场会刊 来了解损坏的情况 未来也将会协助消防水帘分队和水帘国小进行修缮 现场许正位24号下午前往花园线消防局水帘分队前往现场会刊 并且有分队长陪同说明转坏的情况 同时也前往水帘国小进行会刊 现场许正位也足以检视损坏的情况 并同时要求消防在请结构祭司进行第二次鉴定 重复确认灾后的情况 我想等一下我们的三大祭司工会 他们会来用最专业的方式来给予花园线政府 还有消防局教育处更加专业的一些评估建议 我想这个还是属于这个专业领域的部分 因为毕竟这个分队还有学校的安全 这个不可轻忽 那由专业团队来判断 我们再来做后续的修缮处理 水帘 受风箱水帘的部分 也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水帘分校 还有我们这里的消防的水帘分队的状况 那当然因为地震的关系 那整个墙面有一些的受损 那花园线政府也会协同交助消防局 赶快把我们的这个该修缮 把它整备修缮好 新疆学者表示 给予学童们优质舒适的学学环境 花园线政府责无旁贷 这次水年国家校园建筑物灾损情况严重 但也感谢平时花园线所属学校的 无疫情灾害防灾演练以及平时的准备 这组安全保护 外部救援以及相关通报作业的落实 确保实生的安全 欢迎政府交易却表示 这次地震造成县内许多学校设备设施的受损 即带各界宣出援手 一起帮助花园实生重建校园 幸福团队也会努力协助花园教育的在后附件 尽数让在地学子能够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 我记得参加转意稍微想郝当